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事实也在农委会过去也有过这个一级主管的这个历练 那么现在来出任这个农委会的主委当然有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希望你拿出这个具体这个改革的这些措施 我们看到农委会的这个预算 如果我们把它整个的这个经费来做一个比例的分配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大概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用在天然灾害农村农林榆木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补偿方面 这个大概每年大概有大概六十多亿吧 没有平均啊平均我们过去几年的平均大概三十亿啊 这个天然灾害救助啊 大概三十亿左右 那我跟委员报告啊 这个其实是 可是你可以看到从八十九年到一百年啊 我们总共看到天然灾害农林榆木的这个损失是七百三十二亿 哎那个是损失啊 不是救助 就是救助 那救助是我们的基金 差不多你们知道三十多亿嘛 对 三十多亿 好 那三十多亿 好 那我们看到三十多亿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又看到另外一项啊 就是现在各项年金啊 到二零二七年左右啊 大概都要破产 好 所以大家都在检讨 这个年金 好 中央政府啊 这个人事费占的这个比重里面占得非常高 几乎没有钱进行各项的建设 可是当我们看农委会的预算的时候啊 我们也发现一个情形啊 因为你看这个老农军贴的发放啊 每年啊 去年是四百九十六亿嘛 对不对 是 然后占到你农委会税出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一 是 七十一 好 那那农委会大部分的预算呢 用在老农军贴这个方面了 以及其他的法定预算 对啊 七十一百分之一 好 然后如果我们再看农委会的预算里面 每年有二十万公顷的农 这个稻田的修根啊 每公顷每一期补做 如果说一期做的话 就补贴四万五 两期做的话就补贴九万 对啊 像这样子农委会每年平均也要付出啊 差不多一百多亿 一百一十三 一百一十三亿 作为修根的补贴 跟这个转座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修根的补贴 加上老农年金 两片加起来 几乎占到农委会预算的百分之八十六 如果我们再把刚才的那三十亿啊 农损的这个放进去的话 那差不多就将近啊 九十了 农委会的这个预算里面啊 百分之九十 你可以看到用在修根的补贴 用在老农年金 那我想请问啊 还有什么钱啊 用来能够来发展农业来新利 我给委员报告 这个就到处我们的无奈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中华民国台湾 整个经济停滞 没有办法发展 各方面的钱啊 都用在人事费 老农年金 然后修根的补贴 不施生产 对 所以 那这就是我们农业这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是 是 所以我们现在啊 先从这个活化 连续修根地开始做起 我们期望它 能够在相同的这个经费之下 它有生产力 跟有就业机会 那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去走访很多 这个基层的农会跟农民 他们对这一点呢 表示相当的支持 事实上啊 我说主委啊 我们期待你的改革啊 是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国家的农业预算里面啊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八十六 加上农损的话啊 全部都是用在 退休的 也是人事费啊 对不对 老农年金 加上修根的补助 加上农损啊 农损至少还算是 至少对人家有急难的救助的这个效果了 我们就不算 我们就不算 我们就光是看到修根跟老农年金就占掉农委会的百分之八十六的这个预算 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所在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项一项我们来检讨 这一项问题啊 你必须要彻底的面对 否则的话百分之八十六啊 是用在老农年金和这个修根的补贴不是生产 那我们的农业怎么能够发展 我们在这边第一项我们来看啊 现在我们的这个修根的这个农田里面啊 现在百分之五十八领这个这个修根补贴的不是农民 他没有农保 没有农保就不是农民啊 是不是农民啊 对不对 像这种啊 恐怕政府就要去检讨 我跟委员报告 他这样子 我们长久以来的农业政策 我们我们在你再听清楚一点啊 是主委啊 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里面啊 大概你讲的十六万农民 大概都是五公 大概有五万公顷呢 十六万农民啊 是连续两期修根的 对不对 我们看你也你也做过这样答复 三点二万公顷呢 是连续十期五年 连续五年十期不耕种的 也就是 他五年不耕种 坐领 修根的补贴 那把我们农民的 勤恳的 这个性格啊 完全都破坏了 在这个里面 前十名呢 都是五公顷以上的 这些农田大户 里面 修根的大地主 是二十九公顷的 前三名 二十二公顷的 九公顷的 然后这二十九公顷的 每年他领二 两百六十一万 然后连续五年 他领了一千三百万 像这样子的情形啊 我觉得农委会啊 应不应该去检讨啊 百分之五十八 去领我们的农业 修根补助的 这些人根本不具有 农民的资格 我跟委员报告 长久以来 我们对于农业的 这个政策 是把人 地跟产业都分开管 人就是福利 刚刚委员 我现在只要听你 怎样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因为我们八十六的预算 农业的预算 用在老农年金 跟修根的补助 不是生产 农业怎么可能会发展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福利 如果 我请问你修根的补贴 这方面你怎么改 我现在 我现在开始 就是连续修根地 活化五万公顷 要让它生产 一有生产 我们的农业 就会有产值 跟工作机会出来 而且减少了修根的补贴 减少修根 减少修根 我们是换过来 用这个修根补贴 让它鼓励生产 那用这种方式 将来我们的整个 粮食致给率都会提高 所以 其实 我们希望你拿出 彻底的这个决心 另外我们也看到 监察院 事实上对农委会 也提出纠正 也就是说 我们的老农年金 我们在取得农保资格过低 勤领的资格过于宽松 投保的这个年限 过短 这一部分 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们不管是各项的年金 不管是军公教也好 各方面 现在都是 延退资领 替代率要降低 保费率要提高 原来 老农年金 就是一个战刑条例 对不对 他什么时候 跟国民年金接轨 对不对 他跟国民年金 比较起来的话 那 国民年金的这些人 相对还没有土地 老农还有土地 他条件应该是 比领国民年金的条件要更好一点 是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彻底的解决 需要有时间 我现在也鼓励 我个人也鼓励 需要多少时间 现在年轻的农民 他将来就不用吃农宝 他将来就变成一个 类似老宝 一个职业别 所以农业不再是农民 你什么时候提出相关的做法来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我想在明年 光是老农年金 因为这样子宽松的条件 假农民一大堆 投保只要半年就可以 事实上很多 再来勤领 每年就占掉农委会 全部预算里面 71% 496亿花在老农年金 很多根本假农民 这种情形 你们有没有彻底检讨 监察院对你们都提出纠正 像这一方面 你们也要去 彻底的拿出办法 你有什么样的 在你的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怎么样根本解决 这个老农年金 占星条例 修法的部分 我们在下个会期 一定提到大远 方向是怎么样 我们方向是将 农宝的门槛 以及领导农年金的门槛 一次的把它 保护到我们真正务农的 这种半年 门槛要提高是吧 你刚才讲门槛是要提高是吧 要提高要提高 我们这个至少六年以上 有农宝的资历 他才可以来领老农年金 这个是原来的规划 不过我也跟委员报告 未来老农年金 新的农民进来 我们是希望 农委会甚至都可以来补贴 他的劳保的这个经费 让他实际务农的 未来他的这一个 参加劳保比老农年金的 这个照顾还好 这个主委啊 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刚刚就讲说 为什么修根呢 修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水嘛 对不对 因为缺水嘛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啊 你的农损跟水也有关系啊 真的去有效的去推动啊 第一贯的这样 节水的这些相关的农业 这些相关科技的推广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们也看到啊 真的你大型的那种温室的养殖啊 结合台湾的太阳能的优势啊 结合台湾的这种 资讯系统的优势啊 这种滴罐也好 肥料罐钙也好 恒温恒控恒湿的控制也好 他还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的农民 减少农损 增加农产 而且啊 能够带动一个农业 是 这个工业的这个产业 产业好不好 希望你才这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 好 谢谢 谢谢委员